对水了 陕西多辆汽车加油后出现抛锚 市场监管部门 密封失效 雨水倒灌 近日 陕西汉中某加油站涉嫌经销问题油品 致使多辆汽车加油后出现抛锚现象引发关注 5月17号 北京青年报从汉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处获悉 相关部门目前已对该问题进行立案调查 初步核实为储油万检油口密封失效 造成雨水倒灌 但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调查 5月17号 当事人李嘉明告诉北清报记者 5月15号晚他到该站点加油结束后 驾驶不到三公里 车辆就出现了抖动情况 他立即熄火停车 做好安全措施后 他回到加油站询问情况 现场大约已有六位车主正在反映类似情况 李嘉明回忆 他最初到该站点加油时 就看到两位车主向工作人员反映 加油后车辆熄火情况 但当时并未引起注意 当晚登记在侧车辆加油后出现问题的 大约有20多名车主 其中有车主在现场抽出的汽油成浑浊状 此后 李嘉明自己抽出的汽油放在瓶中 也出现了上下分层的情况 上层清透 下层浑浊 李嘉明表示 当晚加油站工作人员让车主先去维修车辆 加油站将承担后续费用 目前 他修车大概花了4000多块钱 双方上位就维修项目及费用达成一致 17号 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告诉北清报记者 根据工作人员现场初步核实 及加油站工作人员陈述 此次问题系储油灌碱油口 蜜蜂失效 雨水倒灌 但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调查核实 技术调查还在继续进行 这只是我们初步核实情况 最终结果以深入调查情况为准 对于车主关心的赔偿问题 相关部门会依法介入进行调解 争取双方达成一致